这位老母亲只穿了一双鞋,浑身湿透 警察带着她找到女儿的家 女儿见到妈妈十分惊讶和担心,把妈妈迎进了门 可孙女刚看到外婆,似乎有些害怕 三天前,妈妈听说女儿身体不太舒服,心里十分着急 双眼都浅满了泪 虽然女儿叫她别担心,但妈妈还是决定去城里照顾女儿 她要带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 因为女儿小时候一生病,她就会煲鸡汤给女儿喝 接着妈妈又去菜园里摘了几颗新鲜的白菜 她想亲手为女儿做顿饭 可人毕竟不能不服老啊,杀个鸡都会把瓶子碰倒 但她还是坚持要自己来 可她想拿双筷子就把厨房弄得一团糟 做好的鸡汤里带着毛,这时母亲又把鱼端来了 可随后女儿就从里面夹出了鱼鳞 这顿饭,米很硬,菜很咸,吃的孙女还哭了起来 妈妈看到这一幕,自责到了心里头 虽然是难得的团聚,但她准备走了 女儿一再挽留,但她不想再给孩子添乱 后来女儿觉得有点不对劲 半个月后,她养好身体回家探亲 而她进门看到的一幕,却让她彻底惊呆 妈妈一听到女儿的声音,立马站起身来 不停朝着门口摸索 原来,母亲一只眼睛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几乎失明 另一只也严重老化,生活都是个问题 但为了省钱,她没有告诉女儿 可一听到女儿身体不舒服,她果断选择走出大山 她可能看不清路,但她清楚的知道 女儿就在路的那一头 这位双眼近乎失明的母亲,第一次独自走出大山 她要去找女儿,从家里到女儿的城市 要翻过两座大山,渡过一条小河 走近30公里的山路,转三次公交 跨越四个省份,坐一天一夜的长出汽车 况且,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女儿的号码也不小心掉了,她唯一知道的就只有女儿的名字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做顿饭 晚上,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妈妈没有带伞,也不知道女儿的家在哪里 好在一位警察发现了她 这才带她找到了女儿家 相信每一位母亲都是这样 可以对自己极度吝啬,也可以对孩子倾尽所有 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公益广告 硬生生的把我这个壮汉看哭了 善待父母,善待家人 我们都明白孝顺不能等的这个道理 但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做到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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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